手抓包子一旁還可以看到脫下口罩 日間專責病房值班醫護 把午餐直接當成晚餐來吃 醫師發現有護理師超時加班四小時 已是專責病房工作常態 甚至還只是在護病比 一比六到一比七的狀況下 不過中央日前再放寬 護病比從一比五放寬到一比九 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一比十五的狀況 平均一位病患被照顧時間 僅有大概三十分鐘 醫師也示警 病人致死率 恐怕還會提高 針對護理師機動性降低問題 北市聯誼公會表示 國際護病比是一比五到一比六 每多照顧一位病人 相對死亡風險 恐怕會提升到百分之七 醫護過勞問題浮上檯面 時間成本攤開來看確實吃緊 只是希望政府能夠把護理環境做好 吸引更多人投入 才能實際緩解緊繃醫療量能 三線新聞黃新城 下方民台北財寶報導